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 就在一个小时前,中共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对原北京市华远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然后调查认为任志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公开发表反对思想基本原则的文章 筹划党和国家的形象 歪曲党史军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审查 然后他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在组织谈话时不如是说明问题 违规使用公款报销 长期无偿使用社会商人提供的办公场所及住房 通过关联企业违规从事经营活动 谋取巨额利益 不正确履行职责 造成国资的重大损失 加封败坏等等 违反政治组织连结工作和生活五大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经西城区纪委常委研究决定 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 取消他的待遇收缴违法所得 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也就是说任志强正式被开除党籍了 就是说从4月份开始 首先传出他被调查被喝茶 然后被纪委带走 到现在一直三个多月没有消息 现在终于是另一只靴子落下来了 最终还是被从众处理 未来一两个月可能就会出一个审判的结果 在今年3月份呢 任志强不署名不点名 批评了这个习近平召开17万人视频会议 宣扬他的抗议的经验 他痛骂习近平是拨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看来是彻底触怒了经上 所以呢这次是对他下了死手 关于最近这个任志强啊 终于被开除党籍了 之前在5月份他被双规 那么关于这个事呢 咱们请周老师来简短的发表一下看法 您觉得任志强这次是不是凶多吉少 开除党籍是不是就是判刑的前奏 已经公开宣布了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就把他移交司法了 党籍他是党籍给他开除了 但是他有说他还有另外的一种犯罪吗 什么又是贪污公款了 又是什么正当的 那都是刑事犯罪啊 他现在已经把他移交给司法部门了 还凶多吉他就是凶 他没有吉还吉少呢 他哪有吉啊 对经过了三个四个月的沉淀 大家觉得没消息的时候 看来这个中央的习近平的权力 仍然非常牢固 骂他的人依然是要一个个被整 可以这么认为吗 当然了 人家习近平是军委主席 总书记加国家主席 而且还接着十来个小组组长呢 现在小组组长只有一个 就是抗这个流行病人的组长 给了李克强了 但是李克强没有什么表现呢 据说去了一趟 就再也没事了 你想中国叫小组治国吗 就是哪怕在 当然习近平的权力 这个这个巨大无比了 他超过了邓小民的权力 他超过了猫东的权力 就是哪怕是在 因为最近跟国际关系 搞得这么紧张 香港问题 以及洪水期间 好像习近平也没有什么表现 民间也有一些怨言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也有一种传言 说习近平的权力威望已经降低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是说 还没有降低 当然降低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 清华大学的 几两 这个 曲章润教授 给停职了 不是停职 开除了 没工资了 人家清华大学有一个高管子弟 比我还大两岁呢 人家组织 给曲章润捐钱 一天 简单说从早上 我估计从八点到晚上 就是几点 就完了 捐不能捐多了 一个人最多捐上来 就这一天不到 就捐了十万多块钱 你知道吧 完了 这与此 与此这个对应 就是这个洪水智慧 由于这么大水灾 特别是北京的洪水智慧 我看见报道了 好多大事捐钱 知道吗 捐多少钱 你问问 你想想 所以这当然是不满了 他还用说吗 习近平能不知道吗 就像你示威 而且清华大学 都不是一般的人 那都是老人 而且清华大学 这些老人 人家有背景 人家不是一般的人 人家要不然 就是离休干活 要不然就是高级知识分子 你想想 这不就给你示威了吗 不到一天 就给他捐了十万多 而且与人家说我不要 不要 你是不要 不要我得捐呢 相比之下 这红四周会 号召大事捐钱 你问有人理他吗 你说在这个地方上 你说习近平的权力 是巩固了 还是他 他这个 就是他的权力 就涣散了 你从一方面来讲 他是 好大喜功 你想我想干嘛干嘛 我想干谁干谁 对啊 你想干谁干谁 可是一方面 你还不知道吗 民心在哪呢 这是提这个 清华大学这个例子 突出的例子 那么 你就是说 在您看来 任志强是肯定要被刑事审判了 几乎是肯定 那么其他的当时在网络上传那些公开信的那些企业啊企业家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挨整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安整了 比如说一个一个去叫去喝茶 喝啥就是整你的钱斗啊 就看你知不知群 找你喝啥了 你还不知群 那就拘留了 那就拘留不知 再不知群就判刑了 判刑不知群就重刑 你得想想嘛 这逐步升级吗 这都不用讨论的事 所以就是各方面言论也受到控制 权力也在收紧 然后跟国际的纠纷好像在急速恶化啊 正面银钢没有缓和的余地 您觉得这是国内的一部分民意 咱不能说全部啊 是这一部分的真实民意 真的拥护习近平这个路线呢 还是说这只是一种就是体制的僵化 动不了了 有明白人也动不了 对 他不是说拥护习近平 而是这个体制 对吧 体制你说的对 一部分他想动 想动他也动不了啊 你动的体制 你还要不要红色了 还活不活了 对 他是崇拜权力 中国人叫个极权 是吧 叫共产极权 他这么个意思 而且那极权 我还跟几个学者商量了 我说到底是集体主义那个极 集成电路那个极 还是极端那个极 南极北极那极 咱们说当然在学术上 在英文里头是一字 一个言一个单词 但是按照意义来讲 当然是极权那个极 叫共产极权 就是极端那个极 对 但是共产极权用这个 美国的一个 好像是司法部长还是 还是什么一个美国的 反正也是一高官就讲了 说习近平是干嘛的 他是 对于破了产的 这种极权主义 他是信奉者 原话大概就是一个要素 就他已经破产了 原来极权有啊 二战子就是希斯勒 那不叫极权吗 撒林也是极权的 毛东也是极权的 他破产了 但是到了破产了 人家 人家这一把手 人家还是信奉这事儿 就叫破了产的极权主义 就叫破产的极权主义 就叫破产的极权主义